电脑怎么没用了,我才刚刚玩半个小时呢 姐姐,我的电脑上出现了奇怪的文字 班拉,不好了,电脑好像中毒了 这下完了,我们三个人都被骗了 上面写着试用机一道,请到卖家处缴888颗钻石,充值后继续使用 难怪我拿一颗钻石买电脑,商人也没有还价 这下怎么办 商人简直太坏了,我们去揭穿他,扔了他的电脑摊子 别着急,我们可不能随便打人 嘿嘿,你们想不想大赚一笔 我们假装高价收购电脑的,商人能易容,我们也可以 然后跟商人说 老大,你看这电脑卖一千钻,简直良心啊 那个老板呀,你这里的电脑有现货吗 我需要一大笔电脑,而且今晚就要 啥?有有有有有,你要多少我们有多少 那你有多少电脑全拿出来吧 钱不是问题,我们老大最不缺的就是钱 痛得个人少钱多的,这一下可以好好赚一笔了 嘿嘿,我家电脑总共还有四台 这电脑实在是太货了,前两年就卖了十几台呢 老大,只有四台,是不是太少了 我们公司总共七个人,你要是不够的话 你就可惜了,我们还是去别家买吧 还差三台,不管怎样,这单生意不能丢 唉,如果我把卖出三台电脑再买回来,不就正好够了 怎么样,想好了吗? 嘿嘿,七台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价格就得涨一点点,两千钻石怎么样 哼,这商人贪得无厌,没问题没问题,两千也便宜,不差钱 那我们晚上来拿货,你准备好吧 好嘞,客官慢走啊,我得赶紧去把电脑收回来 不可以的,我们还没玩够呢 我老板发现电脑有质量问题,所以找你们把电脑都买回来 我可是一个负责任的卖家,要是你们之后电脑因为质量不好 只要火爆炸了就不管我的事了 不会的,这电脑质量好着呢 不好,难道他们还不想卖 我说了公司要回收,你们不能玩了,听不懂人话吗 别着急嘛,你还没告诉我们要赔多少钱呢 一百钻石一台怎么样,老板,我们突然不想卖了 你们,两百个钻石要好吧,不能再高了 你们买的时候也没花多少钻石 嘿嘿,成交了老板 我去帮你把电脑拿过来 哎呀,这大老板怎么还不来呀 都等了那么久了,你倒是快点来呀 我们下车的帮助